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真相往往隐藏在眼花缭乱的虚假的背后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悬疑惊悚票 豺狼计划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 杀手正在追杀一名女孩 黑灯瞎火 女孩躲在树林里瑟瑟发抖 杀手拨通了女孩的电话 从而确定了对方的位置 然后一枪把女孩给毙 女孩失踪的消息很快在小镇上传开了 男主是一名高中生 由于在之前的学校犯了错 不得已转学到了某小镇的中学 他在学校礼堂的门口 遇到了聪明过头的女主 男主之所以转学到这里 是因为在之前的学校 跟训导主任的闺女搞在了一起 男主情窦初开 对女主是一见钟情 这是一所活力四射的学校 谈恋爱未然成风 学校管不住也懒得管 晚上男主正在睡觉的时候 被他的摄友汤姆叫醒了 让他跟其他几个同学 一起去玩个游戏 本来男主不想答应 但一听说是女主叫他去的 马上就来了精神 男主跟着汤姆一起来到老教堂 看到女主和其他同学 已经等候多时了 这是一个关于谎言的游戏 在女主的操作下 男主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警方经过搜查 最终找到了被害女孩的尸体 上学的头一天男主就迟到了 但善解人意的男老师 并没有责怪他 中午几个同学在吃饭的时候 女主建议来一次疯狂的游戏 谎称那个杀害女孩的凶手 就在校园里 而且这个凶手将再次行动 把事情搞大 造成全体失声的恐慌 他在这个想法 马上得到了男主的赞同 两人经过精心的策划 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付出行动 首先他们把凶手 设定成一个连环杀人犯 名字叫恶狼 身穿迷彩夹克 头戴橘黄的头套 手拿一把锋利的金刀 这个被男主和女主 虚拟出来的凶手 将在校园里展开杀戮 并把每次作案的时间 选择在月圆之夜 也就是这个周末 万圣节的晚上 随后大家伙又在一起 商量出了被害人的形象 以及如何被杀死 忙活完之后 男主杜撰了一封 来自恶狼的邮件 说要在这个周末的 万圣节大开杀截 这封邮件一传十十传百 很快就在小镇 以及学校的失声中传开了 由于这封来自恶狼的邮件 是男主第一个转发的 因此明察秋毫的男老师 把男主叫到了办公室 一针见血的指出了 这是男主的恶作剧 男老师之所以这么肯定啊 是因为男主之前 在其他学校的斑斑劣迹 男老师提醒男主 有些恶作剧 搞不好会弄假成真的 万一出了事 男主那位有钱的老爸 也帮不了他 转过天 男主收到了 来自恶狼的一封邮件 让他小心噩梦成真 男主刚开始以为 是自己的舍友汤姆搞的鬼 可没想到汤姆 很快就来到了宿舍 说根本不是自己发的 他俩怀疑是女主 但此时的女主 正在游泳池里汽水 根本不可能发什么邮件 男主又去找了 其他的同学 但大家都在忙着 根本没有发邮件的机会 男主回到宿舍 吃惊的发现 设有汤姆的东西 全都被砸了 但奇怪的是 男主这边的物品 全都好好的 汤姆质问 是不是男主干的 两人正在纠缠的时候 再次收到了 恶狼的邮件 男主打开笔一本电脑 恶狼说自己 把他们的同学 花花公子给干掉 两人看到键盘上 放着一枚带鞋的蛇钉 正是花花公子 平时戴的首饰 难不成真像 男老师所说 这件事弄假成真了 真的有一名连环杀手 正在以恶狼的名义杀人 男主怀疑 这一切是女主所为 但女主说 自己回镇上 贪忘自己的老妈了 原来虚荣心极强的 女主刚开始对男主说 自己的老妈是文学教授 其实只是个 小学的英语老师 他老爸也没什么正经工作 他这些年的学费 全靠奖学金撑着呢 男主虽然不好好学习 还经常搞事情 但他的本质还是不错 不仅心地善良 而且还愿意替朋友 两立刹刀 女主一眼就把男主 看了个底掉 知道男主是因为喜欢自己 才参与到这场恶独剧当中 正所谓相视一笑 默泥于心呢 这二位刚想来一次亲密互动 那个被他们包装出来的杀手 突然从不远处一闪而过 把两人吓一跳 本来男主打算请女主吃顿饭 但当他去教师楼 去找女主的时候 吃惊地发现 女主居然跟男老师 存在还没关系 这可把男主给刺激到了 刚刚燃起的爱情小火苗 出溜出溜叭吉就灭掉了 转过天上课的时候 男主的书包里 突然掉出了一把刀 这可把同学们给吓坏了 这显然是有人想把 连环杀手的帽子 扣在男主的头上 男老师怒不可恶 决定把这件事 汇报给孝领导 任凭男主怎么爱求 男老师就是书信不改 男主无奈 只好把男老师和女主 优惠的事说了出来 提醒男老师不要太冲动 否则只能是两败俱伤 这一招还真管用 男老师当时就冷静了下来 自打撞破了女主和男老师的奸情 男主对女主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万圣节的头天晚上 当男主正在教室里 打扫卫生的时候 连环杀手突然出现了 男主一看大事不好 磨头就跑 双方你追我敢来到了外面 由于同学们在举行舞会 因此根本没人意识到 男主遇到了危险 被追击眼的男主 钻进了摄用汤梦的汽车里 可他刚打着汽车 杀手就从后面攻击了他 听到男主的呼救 在附近维持治安的警察 急忙赶了过来 眼瞅着警察要开枪 连环杀手急忙去下了头套 原来是女同学 跟男主搞的恶作剧 第二天 男主给其他同学发了邮件 让他们晚上到老教堂见面 男主的想法很简单 那就是终止这个荒唐的游戏 但经过同学们一解释 男主也有些梦圈了 原来在图书馆出现的杀手 男主书包里的匕首 和宿舍里被打砸的事 全是这些同学干的 但到底是谁假扮恶狼 发的那些邮件 却没有一个人承认 其中一个女同学 认为这一切都是男主搞的鬼 女主在一旁 也添油加醋的嘲讽男主 男主一听可气的不行 直接就把女主和男老师的事 当着全同学的面说了出来 搞得女主非常的狼狈 女主说男主看到的那一幕 是他和男老师一刀两断的时候 并且表现的很委屈 说自己也是没办法 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 话里话外那意思 这一切都是他被迫的 虽然男主把话说的很清楚 但游戏似乎并没有结束 而是朝着他们无法控制的方向 继续发展着 脏片小哥的女朋友 在洗澡的时候遭遇到了连环杀手的袭击 听到女朋友的呼救 脏片小哥急忙赶了过去 男主认为 凶手正在按照他们当初的排序来杀人 第一个被害人正式死在了浴室里 男主急忙给校园警卫打电话 但对方根本就没当回事 这时候他们无畏容在告解室 又发现了已经惨死的花花公子 按照这个顺序 马上就要轮到女主了 男主为了营救女主 一口气跑进了学生宿舍的大楼 刚好看到脏片小哥被杀手给干掉 不过男主在女生宿舍里并没有找到女主 当他正在瞎悬磨的时候 看到设有汤姆的汽车刚刚开走了 他以为女主是被杀手给绑架了 于是打算找到男老师 开着男老师的车去追女主 但男老师并没有在办公室 这时候他接到了女主的电话 女主说自己刚刚发现了女同学的尸体 并说男老师的汽车钥匙在抽屉里 两人正说着呢 男主看到女主向这边走来了 而连环杀手已经逼近了女主 男主在楼上大声的呼喊 但是女主还是被杀手杀死在了办公室的门口 男主去抽屉里找男老师的车钥匙 看到里面有一把左轮手枪 这时候门外传来了动静 男主拿着枪来到门口 男老师一脸诡异的走了进来 手里还拿着一件迷彩的夹克和橘黄色的头套 虽然男老师说这是自己在楼梯间发现的 但男主根本就不信 他认为一定是男老师杀完女主之后 脱下衣服过来收拾他的 男老师一定就是那个在树林里杀死女孩的人 也是杀死其他同学的凶手 这时候男老师承认了 说之前被杀死在树林里的女孩 的确跟他有说不清的关系 随后两人展开了针对手枪的争夺 双方在纠缠中 男主一不留神把男老师给毙了 一看闹出了人命 男主彻底梦圈了 这时候女主突然死而复生出现 其他那些死了的同学也都复活了 原来这些同学为了整股男主 一直在玩这个游戏 之前男主所看到那些同学被杀的场景 全都是他们时间安排好的 但谁也没想到玩的过火会闹出人命 男主那位整天忙的脚不沾地的 有钱老爸终于出现了 并且通过一些关系 使男主只得到了狠青的处罚 而且最关键的是 男老师的那把手枪经过检验 的确是杀死女孩的凶器 也就是说男主好巧不巧 刚好把杀人凶手给杀了 至于男老师为什么要杀害 跟自己有关系的女孩 现在已经无从他证了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女主过来看望男主 女主对这所发生的一切深秒遗憾 但这个自作聪明的女孩 说着说着就说漏嘴了 这时候男主才明白 原来这一切都是女主策划好的 女主发现男老师移情别恋 跟被害女孩好上之后 便弄了把枪把女孩给杀了 然后把枪偷偷地放在了男老师的抽屉 借用男主的手杀了男老师 当初他发起这个游戏的目的 就是希望将杀人的嫌疑 转嫁到男老师的身上 而他同时也利用了男主傻白甜 重义气 以及对自己有好感这一点 将男主一步步引入到了陷阱之中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售唐诗压惊 爱情是杯穿肠药 男女谁也躲不掉 声称六根很清净 其实伤得最严重